用自然人凭证来做公文的签署 你签了以后你就不能否认了 听起来更可怕 比签名更可怕 插进去打个密码就不能再否认了 所以他们公文其实不是现在 老的公务员是怎么样做的 跟大家讲一些以后保护自己的方法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很多起诉贪污罪等等 一开始起诉一大堆 最后就是最底层的公务员去坐牢 被判刑了 上面的都没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签办什么东西的时候 比较高层的 他绝对不签在公文之上 他都附加一张便条纸 你要这样做 重写这样做 附加一张便条纸 那不在公文上面的 这个公文人员都知道了 下面就很惨了 是你要我这样做的 可是公文上我就要这样改了 然后你就签可 到时候负罪大得论是你签了 你要求你要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案例非常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 这个上面得好处下面的人就倒霉 那有没有对策呢 当然有对策了 现在相机那么方便 扫描那么方便 你只要 那这个录音那么方便 所以现在的长官大概都不太敢 不太敢做这些事情了 便条上面 便条随时可以被scan 随时可以被录音 所以这个 但这样也有坏处 什么样的坏处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不是现在的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桃园县长刘邦友的写案 大家记不记得 他有有有 你们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听过这个案子 他在他的官邸里面 一大早枪手过去 一下子等于就杀死很多人了 有一个是脑部受伤了 那是研究脑的 可以去这个 可是结果呢 到现在都没有破案 那为什么 因为刘邦友那个人 他当官当太久了 太厉害了 他绝对不用电话 也绝对不留痕迹 他所有的事情交易 就是什么 找来我们口头交易 就是口头讲的 绝对不用电话 电话会被借听 会被流气入 他全部都当面 他讲的可能是信任的人 不会录他的音 所以这个 他所有都是当面来讲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完全不留痕 完全保护隐私的时候 结果可能 可能死的也不明不白了 他可能自己知道是谁干的 可是没办法破案了 到后面就没有人知道了 好 那这回来 那RSA的负担 大概好处坏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跟 因为他是computational 这个非常的 他的运算非常的这个复杂 对不对 那DAS DAS呢 我们说这个对称式的 那个DAS 他比RSA要快到100倍以上 或者RSA比他慢到100倍以上 所以我们常常会 怎么样来做呢 用这个我们下午会谈 用Session Key的这个概念 这个很重要 我这个Session里面呢 我们用Symmetric Key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利用 我们资料 并 并不要 我们的资料 并不要加密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是 我们这一次的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个 呃 对称的一个Key 但我们这一次沟通的时候 我们 只有这一次沟通 我们用一个Key 但那个Key呢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那这一次沟通的时候 我们用来交换我们一个Symmetric Key 那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Symmetric Key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有 要加密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Symmetric来加密 所以 利用这个RSA 利用这个Public Key的系统呢 来交换这个 来传递 来做一个这个Symmetric Key 因为Public Key这个系统呢 这个运算的负担太大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运算的时候 这有个好处 因为我每一次运算的时候呢 都会产生一个交沟通的产生一个Session 这个沟通 产生一个Session Key 那我们下午如果谈到SSL的时候 你就发觉 SSL一个过程当中 有好几个Session Key 会产生好几个这个Session Key 在那边 OK好 我想我们上午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下午就再继续看这个 Match Integrity啊 这些 这个就是 呃 怎么样运用 这个PKI系统 来做 来做一些比较实用上面的一些 机制 好 我们就到这边了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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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